嗨女士的先生们 欢迎今天大家来看塔塔拉的测评 今天要给大家测评的是 The Ordinary 我并不是为了测评才买这些东西 而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塔塔的死粉 我大概用过了10款The Ordinary的产品 今天将一一给大家评测 The Ordinary是一个加拿大的品牌 我不用多说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一便宜白菜价 大概所有的东西都在人民的100块钱以下 第二是非常高效非常猛 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些视频呢 是因为我在买这些大堆东西之前 看过不下20篇的评测视频 国内外都有 看过不下200篇的文字评测 没有一篇我满意的 我知道这些东西都特别好 这里面有这个大哥 这个酸大酸 对你的皮肤特别好 但你告诉我 这里面有仁二酸 所以他会对你的皮肤特别好 我不知道什么是仁二酸 我今天的视频里面 不会像大多数博主那样 给你巴巴念一堆它的成分是什么 跟读语文科本是什么 我主要会说 第一它的官宣功效是什么 就是从官网直抄的 第二是它的使用方法 第三是它的质地 我会一个一个给大家试 第四个是我的使用感受 第五个是它的效果 是否真的有官网说的那么好 那我今天就是刚洗完脸 啥都没抹一张大白脸 我先给大家来分析一下我的皮肤 头发绑起来 脑门露出来 我的脸特别干 我的皮肤特别干 而且我的脑门常年启动 脸颊会有一些红血丝 这是遗传的 而且会导致有一点敏感 所以一般猛药我都不会上在这个部位 痘印最近有一些 是因为可能年长了 所以我也有去痘印的诉求 那我今天的视频 是按照我使用这些东西的流程 来给大家测评 我会把他们的功效都摆在这 如果大家有想直接看哪个产品 或者是看哪个功效的 就可以直接跳到视频的那个部分看 好不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首先要测的是最猛的一个果酸面膜 这是目前我觉得效果最最最明显的一个 但是它稍微有点刺激 所以敏感剂不能用 它的官宣说的是 深层去角质 帮助对抗可见的瑕疵 改善皮肤光泽 该配方还可以减少细温 也就是说把它就是去痘的一个东西 洗完脸 能脸干了之后 把它搞一点 然后滴到你的脸上去 我一般只会用脑门上 因为我只有脑门有痘 对就是这么随意就用上 而且因为它比较刺激 所以只能最多在脸上待10分钟 而且每周最多用两次 我一般会把它放在脑门有痘 还有这里有痘印的地方 刚放上的时候会有点疼 我现在要计时10分钟 千万不能时间长 脑门一周一次 全部都可以在第二天早上消掉 就是它不会刷一下就没了 但是它会慢慢撇下去 第二天早上很明显的就撇掉了 你妈我好臭 趁着我这个面膜还在 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我今天不会试用的产品 因为就比较不方便试 第一个是这个烟纤安加新 这个东西里边 你看它现在是黄的 就是因为我这个已经用完了 这个空瓶里我放的是粉底液 它其实本来是像胶水一样 白色的黏了呼呼的 它是the ordinary最火的产品 因为它是主要诉求是美白 很多亚洲人都会想美白 而且在olet的小白品里面 也会有很多烟纤安的成分 所以据说它美白特别好用 它的官宣效果是抗氧化 这官宣没有说它有美白的功效 但只是说它抗氧化 还有一点点的提亮肤色的功效 而且据说还有可能会有一些去痘功效 理论上是上脸的 但是我是一直把它用在身体乳里面 想让我的身体变美白 我大概用一个月就把它一瓶用完了 用完这个就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我不否认有人用了这个会有效果 但是至少对我来讲 用在身体里来讲 是一点效果都没有的 如果用了两天的话 据说有人会有刺痛 下一个要说的是 也是一个美白的产品 它叫做VC粉 这可能是ordinary唯一一款粉类产品 然后它还送一个小勺子 然后咬出来就是这样的 就是ordinary所有的这种黄罐的东西 全都是不能交紫外线的 所以它会弄这种防紫外线的包装 放在面霜或者任何护肤品里面 然后上脸或者是上身上 我也是没有在脸上试 因为脸上试了太多东西 而且我不是一个特别需要美白的人 把一瓶线线用完了之后 我就敢用了VC来试试能不能美白 但还是不行 而且它会有刺痛的感觉 就是连身体都会有刺痛的感觉 甚至有点泛红 它的官网说的是 改善肤色不匀 体量肤色抗氧化 但是我用了这么长时间 我觉得也没有任何的美白效果 你们可以看 我的脸是没有用过的 从脖子以下这里开始是用过的 你可以说肤色稍微有一点差别 但是我觉得不主要是它的功劳 主要是因为穿衣服五的功劳 下一个要说的是一个 我手上目前没有的产品 它是一个棕色的瓶子 屁一个好 这是咖啡因也不精华 这款是最最有用的 我为什么手上没有 是因为太好用了 然后我妈说我也要我也要 所以我就把我那瓶子寄给她了 我就滴一滴出来 然后放在眼睛的下面 还有眼眶 它是去浮肿特别好的一个东西 然后再这样上刮下眼眶 下刮下眼眶这样 浮肿能很明显的去掉 但是我用了两周 它会有一点截续 它的瓶口那块就感觉 有白的沉淀物黏在上面 下面跟大家说的是一个叫做Buffet自助餐的 一个六圣泰产品 然后 我要先去洗脸 待会再回来 我回来了 刚刚洗完脸 什么都没抹 大家看看我的痘 就是真的 真的会平 就是这些刚刚都是骨的 现在它全都平下去 但是痘液肯定还在 它肯定消不了痘液那么快 但它已经都平掉了 那现在我先涂个爽覆水 然后来给大家测精华的产品 那刚刚我们说到六圣泰 六圣泰它的官宣效果是 抗衰老去除静态皱纹 它叫做自助餐 这是唯一一个 Dolidore没有用它的成分本身来命名的 这么一个产品 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东西 组成的这个 而且这是最贵的一个产品 它好像要100多块钱 都在100块钱以下 它也是一个透明黏稠液体 微微有一点发白 然后它是这种 黏乎乎 它发黏很滑溜 然后很好眼展开的这种 它去的就是静态皱纹 我买它也不是为了上脸 它其实可以当作基底液来使用 就是在用你自己的精华之前把它附在脸上 因为它成分比较简单 我是用来去颈纹的 大家会隔一天用一回吧 这种效果 用了两个月之后 我的颈纹确实有变浅 就它不会消失 但是最深的那一条确实有变浅 我的使用方法是在洗脸之后 把它搞到脖子上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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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多了 我的天哪 怎么贵 心疼 摸摸 把它搞到脖子上 然后头开了之后 就叫我撸 所以其实你也很难说是会撸得好 所以它才 它才让我的解纹消失 还是因为它这个效果本身就好 它不会发黏 但是会有一种 嗯 色色的感觉 当你抹完就好 下一个给大家测评的是 人耳酸 也是The Ordinary非常非常火的一个产品 它你看到它大 其实就这么大点 副手刷还这么大 它比副手刷还要小 只有30毫升 它的官宣是说 亮白肤色明显改善肌肤纹理 均匀度 减少瑕疵 抗氧化 但是大家用它 都是用来当去痘的来用的 它会比刚刚我们说的 果酸面膜去痘要更温和一些 这个就点刺激敏感肌不能用 这个敏感肌最后也不要用 但你要像什么额头这种 不太敏感的地儿的话就可以 我当然也是用了一个月了 我每天都会用它 我的干皮 微敏感 没有任何的不耐受的反应 也没有任何的刺激的感觉出现 我就把它当成面霜之前的那么一步 来抹在痘上 去痘的话 我感觉 它是会有一点点效果 比如你晚上用完 第二天早上 痘会稍微瘪下去一些 但没有果酸那么明显 但是它去痘液特别管用 我之前这块有一大片痘液 因为出去玩 然后吃了很多油的东西 就很久都没有下去 用它之后 大概一个星期就会很明显的淡了很多 有点像面霜 但是如果把它当成面霜用的话 我干皮湿润度是完全不够的 还是要再加其他的面霜 是有一点点厚重的这种 如果是牛皮的话 一加它的面霜就够了 我会把它涂在痘上 为什么会有我这么时常的博主 我的面霜用的也是分蓝牌子用的 这个真的很好用 它很便宜 就是有点味儿的香 最后我有时间再给大家测平吧 嗯嗯嗯 下一个要给大家测的是 百分百植物提取的绞砂碗 顾名思义 是在鲨鱼的肝脏里面弄出来的 这么一种动物油脂 据说它和人皮肤的油脂最相像 所以吸收的最好 然后它的官宣作用是 润肤剂减少水分流失 恢复弹性柔韧性 或者可以用在头发上 减少头发毛躁保湿 如果用在头发上的话 就是在洗完头 趁着它半干不干的时候 把它抹在上面 然后吹干就好了 它本身质地是纯的油 但是你抹上抹在哪 都不会有那种 好腻的那种感觉出现 一般的脚砂碗 比如哈巴油的脚砂碗 就是动物提取的嘛 但是这个就是环保的 是在植物里提取的 但效果是一样 保护动物 它打开是这样白色的油 但它这个设计点不好 是因为这个油特别稀 你看根本就不用挤 这个地瓜它就会留下来 对吧 然后有的时候就一不注意 就弄弄下来再堆 油动性特别强 除了再用在头发上之外 有两种用法 第一是晚上用 因为它就比较油 白天有点恶心 呃在晚上你做完所有的护理之后 把它直接涂在脸上 像这样 哎呀嘛 错年了 就是因为那个 我跟你讲 就是因为那个人二酸 哎呀 哎呦 心疼 腾掉好了 不抹了 就是要么是 护肤的最后一步抹在皮肤上 你看它并不会特别油 有一种很强的保湿功效 而且很多人说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 脸像娃娃一样 特别的柔软 男朋友都好喜欢呢 但是我并没有觉得它有什么的脸变软 它保湿是可以 但是并没有变软的这个功效 或者是把它滴两滴滴到粉底液里面 然后你的粉底液就会像神仙一样好用 是真的 这是真的 那么下一个给大家测的是 这一支 高衣服性 含硅油妆前乳 罗里奴有两款的妆前乳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是高延展性的 我不知道高延展性用的怎么样 这个高衣服性它的意思是说 你把它弄在脸上 它会填平毛孔 然后你在上底妆的时候 你的底妆的衣服性就会特别强 就会让你的脸特别光滑 它的光圈效果是 雅光保湿 让底妆清晰持久 或者你不把它当成妆前乳 也可以把它当成护理剂来用 就是当护肤的最后一步 来减少毛孔的显露程度 因为它是含硅的 含硅说人话 就是说让你的脸有一种塑料般的滑 其实是很明显的 摸起来是假滑假滑的 但你上完底妆之后 大家都看不出来 你是真的滑还是假的滑 所以就会自然而然而以为 你的皮肤特别好 长得像乳霜这样子的 然后你把它抹开 就是很黏腻的那种感觉 然后一般你把它填平在毛孔里面 是会比一般的不含硅 所以妆前乳会让你的脸更滑了 你看 然后这边就是这样 所以更滑了 然后填平毛孔会更光滑 但是 有一股奇妙 形容不出来的一种怪味 其他的Dorlunner产品 基本上都是没味 这个就是比较有味 最后还要说两个我没有用过的产品 就是 两个抗氧化剂 因为他们的抗氧化 它这个东西肯定效果不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我就没有着急用 一个叫做EUK 是一个超强的抗氧化剂 是据说各大特别贵的化妆品都会放的成分 但一般只会放0.05% 而The Ordinary特别骄傲的说我们这里面的含量是1% 我之前看网上测评是说 除了长期的抗氧化抗衰老这样的效果之外 你把它在精华液之后 在面霜之前用上它 然后再上底妆 那么粉底甚至都不会氧化 就是有那么的强 我还没有用 如果最后再用了再跟大家update 下一个我还没有用的抗氧化产品 是湿红唇 也就是维生素A 为什么我的手这么不专业 网上说它是一个特厉害的东西 它可以去脚质可以去痘 可以抗氧化抗衰老 还能美白 它是神仙吗 它是仙丹吗 能这么用 其实官网上说的它的官宣效果只有一个就是抗衰老 没有其他的作用 我还没有用 但是据说你用了也不是特别能看出来 它就是作为一个长期效果的 让你维持年轻的这么一个东西 我刚刚化了个妆吃了个饭 现在回来给大家补一个总结 那刚刚在我们测过的这10款 Noordinary明星产品当中 我比较推荐的比较有效的是以下这些 首先两个去痘的表现都不错 一个是果酸面膜 比较刺激 敏感肌不能用 但是去痘非常有效 力干减硬 其次是人二酸 在面霜之前来用 对皮肤的要求会比较低一点 它比这个去痘效果没那么好 但是它更温和 而且对去痘印有奇效 然后两个也比较推荐的 一个是这个植物体质的绞砂碗 它可以当作护理的最后一步用 是一个面油 或者是放在头发上当作护理 再或者是滴两滴到粉底液里 然后把一般粉底液生成神仙粉底液 还有就是这个妆前乳 高一副性妆前乳 我不会说它是一个我一定会回购的东西 但目前使用下来 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皮肤的顺滑性和什么的 我都比较满意 而且它才不到100块钱 还有就是一定一定要试的一个眼部库里精华 就是咖啡因的那个 它对去腹肿有奇效 请像我一样的双眼皮一部 内双眼皮还有肿眼泡 一定一定要试一试 真的很管用 最不推荐的一个是烟鲜胺 一个是VC粉末 恰巧两个都是用来美白的 但这个是稍稍稍稍有点用 但它非常的刺激 而且有一股奇怪的味儿 然后这个就是完全没有用 对我来讲 也许有人还会说你有刺痛 就有负面的作用 所以不是很推荐这两款 那今天的测评就到这儿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不会说我这是最全的一个测评 因为它这么多产品 我只测了10个 但是我希望我是最真诚 最诚实的那一个 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吧 欢迎大家关注我 我一般会做一些旅行的Vlog 还有一些生活的小片段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